振奋人心 明天A股要干活了 A股放量震荡成交8027亿 全球股市聚真事件正式结束 在此之际 八道股评直接亮明观点 明天A股很大概率收羊 不管你信不信 加个关注验证一下 接下来我就用消息面 技术面 逻辑面 国际面 给大家充分解读一下 当前A股的优缺点 乃至明天A股怎么走 今天不讲废话 直接说重点 耐心看完即可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八道股评 今天是2023年2月23日 你现在看的是 周四收平复盘的走势京讲内容 首先在分析明天A股走之前 咱们依然看一下上证创着大盘 对于今天来说 你们满不满意 我认为应该满意 毕竟来说你要知道 从一个人心角度来说 你们认为今天黑周四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跌幅 但是它出现了 并没有出现 第二个是什么 是今天凌晨出现一条消息 属于国际性的一空 美联储汇集要真正再次告知大家 可能它这个加息还会很遥远 甚至说不排除再次加息 超过25个基点的概率 所以这种模式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现在美股市场会存在震荡波动 乃至席卷全球形成的全球震荡模式 但是一定要注意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这条消息它可以联动咱们昨天 乃至今天市场的一些小波动 但是靴子于今天正式落地完成了 那么切记 中午还告诉大家 A股市场狂飙的时间窗不远了 我认为咱们暂且不说它是什么时候狂飙 起码明天应该是个阳线 为什么呀 在飞行之前 夜价收据极强化 祝点赞者每天转转转 一人一个展天板 外加明天继续转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五评金奖 下午5点受评金奖 提前预判和沙盘推演A股大学走向 你得加关注 每天准时准转转来看 首先切记 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观点了 靴子落地 无论是利好利空 都是出尽了 那么利空出尽就是利好 懂不懂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观点 而且咱们看一下全球市场 截至目前为止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其实总体来说 美股并没有因为这条消息 导致最终现局大跌 那么代表什么呀 这是符合预期的 懂不懂 那么符合预期的走势 其实也就证明了A股市场啊 其实现在国际性的干扰已经很小了 而更多的是什么呀 是目前这个位置呀 有可能汇率有些小波动 导致外资啊 确确实实有一些流出流入啊 但是大家看错啊 我再次重申 现在外资依然是买多了舍不得卖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今天虽然说啊 汇率波动很大 甚至说已经证明美元还得升值的情况下 你自己看一看 咱们北向资金当日净买入啊 是一个负21亿 但是当日净流入是负0.14亿 代表什么呀 并没有形成很大的流出 甚至还是一个平均值 那么这种情况下预示什么呀 预示说A股市啊 在这个位置任性还是很大的 包括啊 再次提醒啊 咱们截止目前为止啊 外资在今年已经所流入的是去年整体都多的模式了 所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外资切记啊 你不要看他哎呦今天流出了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数值在想啊 人家来的时候是百亿流入 然后出去的时候是十几亿或者说几个亿 你想想这不就是买多了舍不得卖吗 在经历这个削子落地之后啊 外资再形成一个流入的过程是板上钉钉的啊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啊 今天既然知道是外资都已经离场了 可是A股市场却没有铸就黑周四 想想这是谁在互盘 而且我再次提醒啊 现在A股市场在做什么呀 在做一个很强大的MCD KDG的日线级别金差 一定要注意啊 再次提醒啊 如果说MCD KDG日线级别都金差了的话 那么想想 其实也就是说 无论是三月初还是说二月末 这个位置啊 有可能是一个震荡向上的模式 外加切削啊 从K线的法则来说 记住一句话啊 如果一根阳线出现了之后 所形成的一阳穿三线 切削啊 三个交日不跌破的话 就要雄起了 懂不懂 那么你数一说 一个交日 两个交日 三个交日 是不是正好是三个交日啊 那么今天呢 他还正好去碰处理一下这个均线 代表什么呀 代表说 即便洗盘 即便联动 我并没有想去跌破这个一阳穿三线的大支撑区 如果说这个支撑区被真正支撑住的话 想想后面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向上 懂不懂 大家一边都讲啊 一边去评论区写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就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去网上啊 再看创业版啊 其实目前创业版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啊 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很强大的支撑了 知道为什么今天创业版是一个小红的吗 因为这个位置曾经有过一次很强大的趋势支撑线的 自己看啊 每次到了这个区域以及这个区域 甚至说前面那个区域三点连一线 是不是正好今天就到这个区域啊 你想想 今天其实它是先于上证乃至创指 回踩了一下这里 然后再次雄起了 所以这个位置你要想一想 从上证来看 你看不出来它是回踩很多的 但是创业版更加明确 它是从2661点开始往下跌 跌到这个区域之后 所形成什么 自己看 是一个第一位的十字星 外加今天还是十字星 前天还是十字星 想想代表什么呀 代表在相对低位出现了三根十字星啊 所有学过十字星法的人都知道啊 如果说相对低位已经跌了很多的位置 突然之间总是做星星 代表什么呀 代表要变盘向上了 懂不懂 外加在一起啊 现在KTJ开始在底部顿化了 只要学过巴特和平的 视频的人都知道啊 只要说是相对底部出现顿化的话 那么后期是有大涨概率的 外加FCD啊 看一看 是不是也已经开始形成了两波峰的潜在底背离了 所以啊 这个位置是有概率做双真的圆弧底的 懂不懂啊 再看一下证券啊 证券身为一个骑手来说 今天他又一次出现了一个针 但是有一点你要明白啊 在我前两天就多次告示了啊 如果说A股市场的证券盘口没有跌破这根前方的大阳线 达到三天的话 想想他是不是也是预示着说跌不动 然后只能说向上啊 而且下方你自己看一看啊 包括二十字生命线 以及说啊 这些均线都在干什么呀 都在这里形成支撑 这种模式之下 也许是说其他个上阵是存在一起同工之妙的 确实是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垫在雄起的过程 当然有人说了 为什么他出现了两根针呢 一定要接近啊 记住了 主力洗盘才会做针 懂不懂 而主力洗盘又是什么呀 其实主力在证券盘口的资金已经堆积的不少了 否则的话他控不了盘 大家明白道理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注意啊 自己看 从成交量慢慢下降到冰点地量之后 自己看 是不是这个位置 然后今天是一个小阳线 但是他放量了 他是在干什么 形成一个成交量的架升量涨要开始了 包括我多次告知的什么成交量军量法则 什么啊 原来是冰点地量没有量 然后呢 突然之间第二天出现了什么1.2倍的量 注意啊 这里就是有一个啊 自己看 是不是1.2倍啊 那么他后面代表什么呀 代表潜入资金了 所以啊 我个人感觉 证券盘口 有可能还会保护这个市场 虽然说 A股市场 确确实实 目前看似不是那么舒服 但是这些均线法则 这些成交量法则 并没有让他失去信心 懂不懂 这个证券盘口 我为什么总是分析啊 因为他能撼动指数上拉 而且呢 也是可以稍微在底部潜伏的 切记啊 逢低潜伏 你自己看一看 我多次告知啊 证券曾经被年限所压制 那么近期呢 你自己看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突然之间周线图出现了两次的突破呀 包括本周这个也是一个突破 其实如果说啊 切记周线图的证券都能够把年限吃掉的话 想想证券有可能会塑造大行情 懂不懂 那么这种模式下啊 咱们再看成交量 只要学过八道平课程的人都知道啊 成交量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呀 匀速放量 后面还有涨 你自己看 是不是这个位置就能匀速放量了 你包括这里是不是一个匀速放量啊 就能代表什么呀 代表其实现在主力扎堆证券的资金是不少的 懂不懂 一旦说证券雄起 其实A股市场全面花开的过程又会到来 懂不懂 而且把这个放大图形之后就会发现啊 是不是周线图证券已经形成了一阳吞两阴了 这种模式外加已经攻破年限了 想想后面他会怎么走 是不是 所以现在我要听大家啊 首先你们现在目前这个位置 我个人感觉不管你们仓位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题材 但是证券呀 央企国资啊 以及上证武林的这些类型啊 起码得有点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整体高层都在唠叨什么呀 将真正的国企央企恢复到价值生态平衡 甚至官媒都在大肆宣传央企恢复国企未来之路可期 所以啊 你要明白全面周则这是实施 真正的红利期依然是央企国企 这句话我得多次告知啊 那么既然知道了选择什么板块类型 以及说知道A股市场现在这个位置从种种标的来说就是在底部 还知道美联储这个会议纪要也已经结束了 那这种位置面临三月份会议的进 想想他是不是要先去给这个会议预热一下了 大家切记啊 中国股市炒的是预期 炒的是政策是干扰 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也知道今年到底会怎么走的问题 当你把一个超短线格局变成中长线思想的时候 八德国平告诉你 你就真的永远都不会追涨杀跌了 无论怎样啊 八德国平这个位置一定要给你们信心 震荡来震荡去 你会发现啊 虽然说可能说股票有一定的跌幅 但是如果是为了一个口罩三年之后的一个经济雄起 这点价值观 你要是看得懂的话 谁还会在乎一点小芝麻的波段呢 对不对 所以啊 总结两句话 一点是什么呀 现在这个位置还是敢跌敢买 第二是什么呀 明天收养概率大 再赠送你们一观点啊 3700点 2023年绝对能看到 这句话 今天敢说 明天敢说 后天依然敢说啊 好了 新朋友记得加关注啊 老朋友记得点赞 咱们明天中午时的啊 再来看一下全天走势 来分享A股五平 明天中午不见不散 Еще点儿 我会有点赞 对啊 对啊